今天全球现场时间 我们带大家所关注 还有掌握的是大陆的网球名将彭帅 在先前因为自曝跟大陆高层的丑闻之后 国际间非常担忧他的人身安全 而新加坡联合早报采访到彭帅 在19号出席了一场上海举办的 大陆滑雪巡回比赛 报道当中指出彭帅亲口强调 从来没有说过或写过任何人对他性侵 而另外巧合的是 在同一天同一个地点 大陆的环球时报记者陈清清 在推特上也发布了一张彭帅的照片 跟一段影片 好这影片的全场只有7秒钟 聊天内容似乎是刻意提到时间是在早上 好画面可以看到身穿红色上衣休闲打扮的彭帅 正在跟姚明交谈面带微笑 不过影片拍摄的角度 似乎是有意要以彭帅为主 环球时报的记者陈清清在推文上写 这是一个朋友传给他的影片 而另外呢还有一张合照 里头是彭帅跟大陆体坛知名的选手 包含了姚明实力家以及王立琴 总共四个人 这些照片跟影片 有意想要再度证明彭帅目前人生安全无余 是平安无事的 香港的立法会选举19号投票已经结束了 目前是进入开票的作业 而这回呢是香港改制之后首场的立法会选举 最新的投票结果预计在今天下午就会出炉 不过这回的选举情况很冷清 投票率创下史上新低 只有百分之三十点二 根据香港媒体指出 这次的选民人数有四百四十七万两千八百多人 但是截至昨天晚间八点半 投票率只有百分之二十七点九二 跟上一届选举落差十九点九一个百分点 投票率创下新低 当然最主要的原因很可能是 这回的泛民主派的人士参选资格受限 再加上政治的压力 因此这回的选举也被称作 只是一场只有爱国者的选举 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在先前曾说 如果这次的投票率低 可能是政府做得好 认为外界不必过度解读 还要来关心的是马来西亚的部分 从17号开始已经连续下了三天的豪雨 结果引发了洪水泛滥 多数集中在马来西亚的中部 而最新的消息是 马来西亚的政府说 已经有三万多人被迫撤离家园 但是气象单位预告 大雨还没有到尽头 透过空拍的画面 可以清楚的看到 大面积的土地都被洪水淹没 只剩下屋顶 民众干脆出动了橡皮艇 充当战时的交通工具 而这个地方呢 就是这回马来西亚豪雨的重灾区 在西海岸中部地区 同时也是人口最多的地方 马来西亚的首相表示 当地很少发生这么严重的洪灾 一天的降雨量 相当于一个月的降雨量 而另外同样也是遭到天灾肆虐的 还有菲律宾 强台雷伊重创中南部的城镇 当局统计死亡人数持续的攀升 已经达到将近百人 而且Solio还在进行当中 这个数字很可能还会持续的增加 根据纽约时报的报道指出 美军在叙利亚还有伊拉克 进行空袭造成的平民死亡人数 远远高过于五角大厦所承认的数字 好 该报日前透过匿名管道 得到大量的机密文件 其中就包含从2014年以来 美军在中东多国空袭 造成平民伤亡的1311份的报告 而另外还要来掌握的是 1218的四大公投 最后都是以不同一收场 对此前驻纽西兰大使借文集表示 蔡政府跟美国一样 都选定大陆作为对手 好 如此一来 当整个内部出现重大争议的时候 作为转移焦点最主要的目标 基本上与选民事实上的判断力 并不是每个人都一样 那么要不要最简单的一种诉求 把它连结起来 那这种就是转移焦点 那么比如说我们这个四个公投 基本上都是台湾我们自己的议题 都是有关民生 能源 健康这些议题 可是问题就是说 民进党过去最擅长的 就是把所有的议题 都转移到两岸关系上面来 那转移变成还有台湾跟美国的关系上来 那么这一次它还是运用这个策略 那么奏效了 可是并不是表示这种方法一定奏效 因为这一次民进党 就是说能够获胜的原因 我认为不只是它的这种 选战的策略成功 或者说是它的这种这种动员的方式成功 或者它的这种整个的这个 整个的战略部署的成功 我觉得它的成功基本上是在它的动员能力上面 那相反的话就变成了 它的跟它竞争最主要的国民党上面 就这几项事实上都展现出来国民党的弱点 那美国政府事实上一向是用这种 所谓的转移焦点的方式 来达成他们的国家的目标 因为美国这个国家 它为什么常常要这样做呢 因为美国国内事实上 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 怎么讲一个综合体 它是一个移民来的国家 所以它内部有这种种族问题 有宗教问题 有社会的和谐 种种的问题 所以有的人说美国一直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 美国是一个寻求敌人的国家 它在它自己国家面临到比较大的关头的时候 它一定在外面要找一个敌人 那你如果看这个从一次大战以来 到二次大战到今天到了已经后冷战时期 美国这个国家从来没有停止过寻找外部敌人 这样一个事情 那过去冷战时期的话就是俄罗斯 俄罗斯完了以后 美国把因为这个国际情势发展 它把这个恐怖组织恐怖分子 还有这个阿拉伯世界的几个 不太跟美国合作 视为它主要的敌人 那不管你大小它都要修理你 那么这个冷战结束以后 中国大陆的崛起以后 它自然就把中国大陆作为一个 它要作为一个选中的敌人 当作它的敌人来对待 除了外交安全上的理由外 最大的理由是达成它内部 重要的时刻的时候 转移注意力 转移焦点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目标 受到了新冠疫情冲击的影响 东京电车运量大幅的降低 而最新消息指出了 日本的JR预计在明年 缩减尖峰时段的早班列车 日本的共同社报导了 疫情已经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 JR东日本将会从明年3月份开始 每个小时减少1到4班的列车 而JRC日本也会减少定期的列车 这将会是创立34年来 最大规模的减班 还要来关系的是 设计了法国巴黎庞碧度中心 桃园机场第三航下的 英国建筑大师罗杰斯 在18号的时候辞世了 享受88岁 罗杰斯生前获奖无数 他是高科技建筑运动的先驱 他的作品最为人所知的 就是他在建筑当中 大量的使用玻璃 钢铁等材料 他是巴黎庞碧度中心的 共同创作人之一 这个建筑体颜色多元 充满水管围绕 另外世界各大州 也都有它的设计 包含了纽约世贸中心 英国的伦敦机场 就连桃园机场的第三航下 还有高级的中央公园站 也都是他的建案 郑菊 就够了 就队了 郑菊 就��伦敦机场 感谢观看